第三届金牌农村全国决赛结果出炉 代表花莲出征的光复乡大全社区 在农村青年以大全有大家为参赛核心 凝聚社区力量展现了大全村民面对农村困境所展出的韧性 获得了全国五个金牌农村奖项中的其中之一 不仅为花莲献争光 光复各界也高度肯定农村青年们的努力 代表花莲县出征金牌农村全国决赛的光复乡大全村 展现大全社区面对农村困境淬炼出人的韧性 展现了社区凝聚力以及发展潜力 获得评审团的青睐 一举拿下第三届全国金牌农村的殊荣为花莲县争光 三年一届的全国金牌农村竞赛 大全村从县市出赛一路过关斩降 上个月底来到了全国决赛的殿堂 接受由各场观学界代表所共读的评审团现地考察 面对全台农村普遍高龄化 大全村却是由一群在地青年领头 令评审委员蛮好奇 我们大全社区的魅力在于人 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同世代的人在我们农村努力 那这次其实在决赛现地评审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集结到很多我们在地返乡的青年 来到我们大全社区 其实我们是以一个生活圈的概念 整个光复乡的资源我们都把它连接起来 集合在大全社区这边 那委员在座谈会的时候其实也有问到说 这些青年是不是只是来演戏 还是说他们真的有在社区 其实在这一题我回答的是 我们的青年在农村经营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都是以斜杠开始 要完全投入到社区做经营 其实一开始做全职是会非常的辛苦的 我们甚至连斜杠都非常的有勇气 那有自己的正职工作才会有基底能够在农村做经营 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农村发生这样 大全村青年以大全有大家为核心 成功凝聚社区共识与力量 在社区长辈们的信任与支持下 齐行协力的来应造社区 尽心力为社区服务 由长辈做后盾 大全青年农民斜杠求生存的同时 更乐于为社区付出奉献达到社区共好 其实这次能够得到金牌 我自己也是吓一跳 让我们很多青年都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觉得这不只是农村最高的荣誉 其实这次因为也是所有的规划 也都有年轻人操刀 那这对于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就是棒的肯定 会让他们更努力的 想要在农村做更多的经营 那我想借由这样金牌农村 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行销来发酵 那希望也把我们在地 或是返乡的青年想做的事情 再更推广出去 光复乡各界从乡公所农会 部落社区到马提安修区 生态导览解数班等社区社团 在县政府的辅导下 全体总动员全力以赴 从45个县市金牌农村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堪称全国农村至高荣誉的 金牌农村奖 不仅为花莲争光 光复乡各界也高度肯定 农村青年们的努力 获得金牌农村也有荣誉 新政府未来也将会持续的 和农村社区攜手共创美好 建构人人心中的桃花园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判警 我能阻止